原标题 而朱英德也不例外 年纪轻轻就被送进宫做了孝明帝的妃嫔 孝明帝是软蛋皇帝 总是被自己的母亲胡太后压制 后来母子俩的矛盾愈演愈烈 胡太后也狠心把孝明帝的给宰了 当时孝明帝才十九岁 孝明帝一死 后宫妃嫔 我们就遭殃了 胡太后将他们统统送到庙里面当尼姑 胡太后怎么也没想到 她这产祸可闯大了 胡太后不仅谋杀亲儿子 还把尔朱英俄送去当尼姑 这就把尔朱英俄的父亲尔朱龙给了谋了 尔朱龙好歹是北队的一方猪头 手握重兵还对皇权虎视眈眈 胡太后这一暴行 正好给了她出兵讨伐的借口 于是尔朱龙制造了和音质病 杀死了胡太后掌控了北魏的巢局 尔朱龙大权在手也想称帝 不过时机尚未成熟 她只好拥立原子幽被帝 使称孝庄帝 并且又把女儿尔朱英俄送给新皇帝当老婆 不过这次尔朱英俄的地位比之前可高多了 有父亲称妖 尔朱英俄成了北魏的皇后 孝明帝时期 胡太后执掌后宫 尔朱英俄始终夹着为了做人 可到了孝庄帝时期 北魏的权力已经旁落到尔朱氏手中 尔朱英俄也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优劣感 于是她变得越来越装横跋扈 平时对孝庄帝都不客气 更别说其他人了 孝庄帝当然不甘心做傀儡皇帝 当尔朱英俄生产之后 尔朱龙进宫看望母子二人 孝庄帝趁此机会将尔朱龙诛杀 尔朱龙死了 尔朱氏的势力可没倒 尔朱英俄的族兄尔朱赵率军杀进宫中 摔死尔朱英俄的儿子 并将尔朱英俄和孝庄帝一同软进起来 尔朱龙一则就给了另一个大佬出头的机会 他就是南北朝的乱世萧雄高欢 高欢作为后起之秀 势头很猛 尔朱龙一死他便成绩夺取了尔朱氏的权利 自从高欢变成了北魏真正的主人 高欢主政后 念及尔朱氏往日的安情 便把尔朱英俄放了出来 还将其那位妾是尔朱英俄貌美恨的高欢宠幸 还为高欢生下两个儿子 高欢曾经想把尔朱英俄扶正 立尔朱英德的儿子为世子 后来由于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而作罢 高欢死后 高城接过高欢的权柄 高城本想自立为底 本来时机已经成熟 可就在善让登基前夕 高城遇刺身亡 改筹换代的任务就落到了弟弟高杨手中 高杨没有宠脑哥哥的覆辙 顺利登基称帝建立北齐 高杨这个北齐皇帝口碑就不怎么好了 天天是饮酒作乐 寻花问柳 而且高杨的性情十分暴虐 有一天他看上了尔朱英俄 想强行离醒他 可是尔朱英俄就是不从 高杨心想尔朱英俄都嫁了三位皇帝了 凭啥就不能从了我 高杨觉得很没面子 感觉尔朱英俄瞧不起他 一怒之下拔出宝剑 刺死了尔朱英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朱英俄